今天的發燒話題來關心 清明連假加上地震的影響 原本打算到花東的遊客 全數轉往恆春半島 台一線短短11小時 南下車流超過了2.5萬輛 比春節還多出將近兩成 但由於台灣祭活動 肯定現在早就一房難求 不少民眾臨時徵求住房 卻遭到了網路詐騙會前訂房 抵達現場之後才發現 是幽靈民宿 受害者超過百人 警方也已經擴大追查 車子一輛接一輛 清明連假第一天 台一線車流沒停過 連續假期加上地震 蘇花和中橫公路交通中斷 原本要去花東玩的遊客 一窩蜂往南一 截至上午11點 短短11小時 南下車流超過2.5萬輛 比起春節連假首日 多出將近兩成 而大批遊客 從花東轉向恆春半島 但這時要換地方玩 住宿成了一大問題 碰到地震 所以改換來肯定 那肯定這四五六三天 有辦一個台灣音樂會 那客人在一個月前 早在一個月前都已經訂滿了 原來清明連假 恆春半島有台灣季活動 從去年底開始 住宿陸續被搶訂一空 臨時訂房根本訂不到 不少人透過網路想碰運氣 卻碰上詐騙 遇到這個17歲的男生 那他幫我們找住宿 聲稱是30人會租一棟 所以我們就先付給他的訂金 一人一千三 今天早上突然聯絡不到他 照片集團盯上 臨時找住宿的遊客 假冒民宿或聲稱有合作 誘騙匯款訂房 等到錢會了 人也到了民宿 才發現沒有訂房資料 驚訣被騙 受害者超過百人 碰上天災打亂行程 如今又遇上詐騙 廉價好心情全沒了 只判趕快抓到人 別讓詐騙繼續猖獗 記者蘇世偉 屏東採訪報導